各位观众老爷们好,我是石灰机 基本上我的直播就取消了,改做视频 因为现在风声紧,好像直播不大方便的样子 而且我又要复习,直播一次四五个小时有点太久了 所以改做视频 这一期视频是群里的群友发的 他的ID我不是会念 M8是2431,高水平玩家,TPEA的车门 这个M8的话,确实算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是总M8稳定这个样子 然后他实际上打八级车,肯定是能比较轻易的打上2700 甚至2800的M8 因为你打8级和打10级的强度肯定不一样 这一把是骑格飞防线 然后开的是252,进的防天是标准8级防 我可以看到这一把的TD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图,主要看重坦,他开的刚好是重坦 所以打法就是选择,是不需要考虑什么分防配置的 因为你中坦就怎么进手,城里打赢了就行了 嗯,这个图的那个TD站位是比较少的 因为TD基本上只能 蹲在中坦后方 打一个对面 漂亮的对面 那个130PM开炮太急了 既然是互换 其实可以等一下 嗯,TD在这个图 只能,唯一的那个 进攻机会是 重坦出城那一瞬间 就是城里面打的重坦 那个时候你是绑俩的 他出城之后你可以打 或者是外线 你可以打个防守 但是外线呢 因为太远了嘛 那个提前很难打 提前让对8级TD来说大部分 大口径TD其实很难打 这边这个腰带的PM有点蠢 这个 反复从一个口出来 然后那个O2也没被其他威胁 就这么出来换血是挺可以的 这边这炮跟不上 这个图 嗯,外线的野位我已经介绍过了 下方有两个 上方一个 都是经典位 然后下方那个是 算是额外的一个开发出来的位子 然后 其实 外线真正能打的局是比较少的 因为你至少要 中坦 占个半数 然后打外线才是有比较强的那个进攻能力 如果你只有三四辆中坦的话 我好像是打不出来 刚刚那个毛蝎他换位来讲他往后退 然后 所以 252的那个育苗的位置就改变了 这个是细节的问题我就不多讲了 这个下方 这几个口子 我大概介绍一下 杠3A 这个位置是和对面卖头的一个 互抽位 这个位置其实挺 那啥的 你如果不是班长 就是如果是那种 小九级房 就是 哎,有没有那个弹窗 如果是小九级房 你开个九级车当班长 然后你去那个位置 你可能是九级车 你去那个位置 你可能是九级车 卖头 那样 那个 吃肉的 几率会小很多 懂吗 就是 要看是 你能不能穿对面 你的金面带能不能穿对面 才能 呃 才 有把握你在那个位置 能吃到肉 这边 要不可以有点满 我可以看到 OO的这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敌角度了 这边 然后这个 刚六 哦,也是地冰岛 地冰岛的那个前导轮啊 角度稍微大一点 就是 等下就下200了 所以这个角度是很没妙的 你必须 它记得比较清楚 这边 在这里打防守 嗯 252这个位置和 杠3那个位置 勉强算是一个交叉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杠3A 刚刚直接被对面一波排走了 然后 现在在这边 打一个交叉 然后这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S122K 在看口子 他们就没有办法 从杠3A的口子出来了 因为后边一堆踢地了 所以这边 主要是 252能不能扛住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252的那个 嗯 基本功很好 基本上下都没掉血 这怕有点点水 252这个车 你说它不硬嘛 你会打 它确实是没那么硬 但是如果打还是运动战 就像这种伸缩 动起来 它真的还是非常硬 因为它的那个 弱点 就是头皮 虽然是藏不住 但是你不一定能上板 就是这种短声说的时候 你是没有机会 细瞎了 除非是你有机会 跟人家换血 这边打算收掉 那个T34 那个T28 有可能是想帮T34 扛一炮 但是后来往后一退 露出了缝隙 所以你扛住 这边已经换成隐蔽弹 这边已经换成隐蔽弹 隐蔽弹已经打完了 这个城里的口子 其实 呃 那个 之前毛鲜 130PM 死的那个位子 是一个比较好的上方的进攻位 就是往那里一跑 就 有机会打成交叉 但是实际上你能去哪里 这个 队友走位不一样 然后 能帮你看住的口都不一样 你每一局都不一 位置都不一样 建议啊 这个图 是 就是自己多试试 我们看到他这个白角度 你可以看到角度非常大 但是 我稍微暂停一下 说一下 那个 你 白角度你就以那个炮管 和那个车体形成的角度来 作为一转 因为你炮管对着他 对面的炮 炮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我去那个 专门去看了那个软件 这个时候 这个 很多人 他不打正 他会选择打一个侧面 但是这个角度 手下的那个 等效率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 50TP 50TP2的那个 机密上穿成大概是240多 240多 这个角度 就是 在这个角度下 基本上 算是无敌角度了 就是他除了打 投包 他没有选择 顶牛腾还好一点 因为 打 其实是 手下最小的地方 但我们可 我们知道 2402的手下是相对比较软 但角度硬 白起来 那还是很硬的 然后他的那个筋 手上是 无敌硬 你即使高打低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从高打低 打那个 220手上都是正常跳弹的 然后 能 能选的位置 只有那个 导轮 但是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炮管在那个 没有超出铝 没有超出前导轮 铝 这个时候 导轮的角度是不大 如果 超过来到这个角度 那么 导轮可以是 可以到断代掉血 这是一个比较细微的东西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 这一发是想打侧面 然后没打穿 基本上可以说是 无伤对到这个 220这个车 如果你不迷信他的装甲 然后你 对他的那个 白角度有一定 比较好的一个认知的话 他其实还是非常硬 虽然总说 就是 220软 我50TP打二环的时候 我最喜欢打220 但是 那个角度的环境不一样 像这种正面换血 220在前后蹭 你没有机会打他头皮 我那个我开50TP 这一炮 看一下 可以 那个 我开50TP 我打 我喜欢打220 是跟我220卡转角 是吧 卡转角一炮 还一炮 那个时候 我会主动输具 用我的头 去骗220 想打我的包 然后因为那个 50TP的那个 头包 比较不规则 然后220如果 不用金兵弹的话 打头包的那个 计算率比较低了 然后我打环 我打220 50TP 那个 隔着掩体 打一个专角 然后往往是能卖头的 然后 我只要 比较近距离的 抽220的那个头包 他前后蹭也没什么用 但是刚刚那种 离推有个10来20米 那个时候 那个 靠空是不支持你 打220的头包 这个是交战环境的不同 我靠 这边被乱穿 不知道打哪了 千里妈妈也不乱穿 这一把 是这样 亮点主要在于 城里的那一波 防守 我没有说很多 我没有说很多 那种 就是 没有说很多 他怎么打防守 但是 可以看出来 奥巴奥的那个 倒震缩能力 你骑出换个车 只要 对面 你可能不能像奥巴奥那么无敌 但是至少也是有一定的 那个 防御力的 这把可以说他在那里打了一个 小 小 小翻盘 因为那个时候对面是 击斩了一个兵力想打一个进攻 然后 杠3A那个位置 他们出不去 因为后方三四个TD已经架住了 只能唯一能出来的位置就是 偶尔这个口 然后 没有打成功 这把大概是这样 我们看下一把 好了 我们来到第二把 这一把是 至战海滩 诺曼底 这个图 我个人比较喜欢去的地方是那个零线 因为零线那边 开中坦 我说开中坦 去那边 有机会打一些傻盒 就是 玩的是隐蔽嘛 隐蔽不好的时候 一般不会去 隐蔽不好的像 巴顿这一把他的走位 可以参考一下 隐蔽好的话 往零线走 然后利用那个草位 你熟悉的话 你其实对那个距离你会很敏感的 你可以利用草位打一发新手炮 然后往下退 就是反复的磨血 磨血量 然后再等待机会 一般 这个图打进攻 就是零线能打进攻的那种 除非很特别的局势 不然的话就是等待机会 然后 转场或者直接带队 这些东西是看对面的亮点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巴顿 N46 不是大巴顿 小巴顿 这个走位 因为他的 视野是非常好的 但隐蔽不是很好 所以去零线的话 那个草位对他的 而且他非常高 那个草位对他的 那个作用 就没有那么大 然后比较难打新手炮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他视野非常好 那个TD 后点TD位 基本上没有草了 他完全可以在中间就亮到 然后把后点TD全亮完 或者虽然亮不到 至少那个TD开不到就必亮了 这边是做了一个 开局的视野压制 而且 对方比较慢的车 或者晚一点转场 来到三线的车 在经过五线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可以偷到一两泡过路费 所以刚刚他上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那个瞄准方向 就是过路费的方向 还有后点TD的位 但是发现后点没有TD 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分析一下 对面TD EB好了只有一个莱茵 剩下两个都算是比较差的那种 所以既然也亮不到 说明TD很有可能 就不在这边了 莱茵有可能在 但是 莱茵的隐蔽其实也没有 就是没有草的情况下 也不至于说 巴顿平地点不到 对吧 退一万步说 亮点也能点到 既然在那边没有东西 所以他打算来这边压视野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对面没有跟他对位的车 所以他这边打得比较浪的 这把中我不知道怎么中了 反正就是中了 很强 带的弹种可能是在打环吧 然后 应该是全程金币弹了 对 是 全带金币弹的打法 因为金币弹是APCR 是非常优秀的弹种 所以全程带金币弹是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HIT的弹种 建议还是少全程金币弹 至少带几乎AP 或者对半弹 比如60TP 就是金币弹 虽然说 一臂弹全是很低 但是你不能不弹 究竟因为HIT的弹种问题 然后这时候蓝森来了 他就稍微往后退 因为怕430偷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局 开局其实他挺无聊的 没有什么过路费 然后到现在 三分钟已经快过去了 然后开局阶段 虽然还没结束 但也快了 就是打到这个时候 只有一炮出处 这时候不能急 因为这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个九级房 然后不算小九级房 因为 九一车还是有六辆的 还算 稍微多 这时候保存血量 然后 不要亏太多血 才是 那个重要的点 然后我们430打得特别满 这边直接选择一个协 协助 协同 这边430 他有可能过来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 往这边 就是按住右键 看那个430的位置 然后中间隔着那个房子 所以也不是很胖 这时候可以更加肯定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300米左右 那个TD都没亮 说明TD真的不在后方 自己怕水的爆炸 那个7501K 气死了 打半年打不死 很脱节奏了 所以 那个 嗯 激穿率 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 你要一直打不穿人 你呢 带不走人 你的那个 一次装填七八秒 真的太脱节奏了 这时候选择不看那个 不看那个7501 选择帮忙 430 好 这时候先收人头 因为 呃 人头没了 就少一杆就跑 你知道吧 那个430 就更不容易死 因为 万一那个 屈服打不穿一发 对吧 嗯 如果那个7501K还在的话 那7501K可以补一发 但 7501K没了 那屈服就整个一发一发打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能收人头 请问一下尽量收人头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啊 看到他这一波 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走位啊 朗森被他压回去 这时候虽然说菊花对敌 但是他一直把那个炮塔 对着朗森呢 然后朗森其实也只能看到那炮塔 这个 呃 他的走位选择其实都很 很细节啊 像之前 帮430的时候 他的打法也是 选择了一个高低麦头 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的那个 车体优势 才能避免那个掉血 然后这边跑了一半 又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430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430已经 刚才 为什么跑 是因为怕430跟朗森一起强撤 然后发现430那样 打的是零线 往那边的趋势 直接转头 强撤暖针 这个是一些那个 走位的考虑 然后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 就是跑来支援这边 你们可以自己 那个 呃 这个算是中局吧 中局的时候 你每一个选择 你打算打哪一边 这个是 他刚才可以去找430 帮助零线打 也可以来 那个一线 协助一线打防守 430板一线清空 这个都是选择 我们可以想一下 那个 430这边的那个地形 你可以考虑一下 巴顿应该是没有 可以压着430打的余地的 因为430只要贴住坡 那个8盾的浮角再好 也不可能就是 站在坡顶直接 压着8盾打 对吧 哦 8盾的浮角再好 也不可能 站在坡顶 压430打 所以他要是 主动往前去的话 有可能他会被卡在 那个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的话 可能会被限制住 反而不如打一线 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自己去打那个430的话 会怎么打 430如果转身回来 防守的话 你有没有机会 就是 在掉血比较少的情况下 能比较有优势的强势量 应该就没有了 对吧 你看 利用的就是包正的头 在小九级防的情况下 包正头还是非常靠谱的 毕竟不是谁 起手都是金币蛋 大部分人起手还是银笔蛋 直到实在打不穿 可能就会换成金币蛋 像我 我很少有全程的金币蛋吃 我一般是第一发 银笔蛋不穿 换金币蛋 或者第一发银笔蛋穿了 还是换金币蛋 现在已经到那个抢肉阶段了 然后我们看了 这一边应该是比较 他应该是肯定能抢得肉 因为没有车比较快 虽然说阿栋跑的确实很慢 30吗 但也没有比较更快的车 这边也有个细节 就是他如何抢肉 如果你往这边走 直接走过去 你肯定会被UTS卖头打爆 UTS的浮角在那个地方 是比较好卖头 然后他你看 选择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高处 高打低 然后巴顿也有浮角 可以非常好的那个 利用浮角 然后你看 还有那个炮塔 规避对面的攻击 实弹B 应该是B 银币弹 应该是B 银币弹 银币弹 银币弹没穿 银币弹 银币没穿 8000多的标商 其实 这一把主要的那个 点在于开局 没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因为没东西打 但是他没有浪的卖血 还一直很谨慎的 在那个 五线那里 六线那里 就是反复摩蹭 很谨慎 没有掉太多血 然后为他 后边你看后边他 压着那个两个HT打 然后 那那个时候是二打二 还算 就是两个九一车 打一个九一车 还算优势 但后边 百七和430来的时候 他完全不慌 就是因为他血量够 所以那个430和百七 根本就没有办法强势了 前期你即使打不到伤害 你也不要那个怕 就 老实实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 压住那个视野 他中间的视野压得非常好 后院 430往前顶了 然后也是千万不要卖 趁那个430去吸引火力的时候 卖个头 然后把那个7501收掉 把那个 去福给收掉 这个算是 莫曼底 巴顿这一类隐蔽不那么好的中坛 能卖头的中坛 的一个打法 你其他车来这边 你想想 还有什么车能来 反正就是你觉得你摆七 对吧 也是不方便 那个卖 没有什么 那个隐蔽打零线 零线不好打 你就来中间控制野 好 那么这一期就这样了 希望对各位有点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